那时间到了,我们就开始,也许我先跟大家协调一下,来看那个迟到的人了。 我是这个礼拜一啊,今天礼拜四嘛,才从那个河南郑州回来。 这个也是巧合,我本来原来是预定礼拜二的飞机回来的。 那其实礼拜一,礼拜一在河南郑州就已经没有活动了。 当时候定礼拜二是因为他们觉得礼拜一的那个班机是早上八点多, 那六点钟就要出门,这样太辛苦了。 所以他们比如说,跟我说,晚一点再走吧。 因为第二天的那个班机是中午,差不多十二点。 我说好啊。 比如说后来想想啊,这个礼拜二不是我们这边的课跟华阿发肺病掉了呢? 因为说礼拜二五点钟上课啊,什么之类的。 所以这个礼拜是不上课了。 不过我想,这个也没有必要晚一点啊。 早就早嘛。 所以我后来又跟他们说,还是调到前一天啊。 幸好。 如果是照片定礼拜二就回不来了。 因为中午的班机到了这边刚好是两点多啊。 正好就是西藏都关闭了。 这个我就跟那个郑州本园书院的说, 有一个回应就是说,正是哦,比较愉巧合啊。 这是一部电影的名字啊。 我也在他们那边放过这部电影。 可是另外一位就是那个书院的执行长啊。 说可惜错过一个把人留在郑州的机会。 有不同的角度啊。 都有不同的那个理解。 那这次是我去那个本园书院啊。 大概是这个第五还是第六次去的啊。 这个好像是第六次啊。 第六次去。 这个半年去一趟。 那个本园书院啊。 那是,是河南最大的一个建筑公司。 在那边有一个1700多个的早期开了社区。 后来一个董事长呢。 这边就是这个设立了一个书院。 他自己他要把知识的一个书院。 这个蛮有那种人文的那个气息跟理想的。 那我这次去啊。 才晓得这个建业集团啊。 他们这个是董事长是河南人嘛。 他设定他的事业不离开河南。 就在河南。 他们一盖就是一个社区。 那这一次的活动呢。 有到他们两个新这个落成的社区。 他们都要在一个社区有四个书院。 那这个去到了一个, 那个在黎振州大概开有一百多公里的。 叫浦阳的地方。 那个社区的那个五栋建筑啊。 五栋高楼啊。 所以一进门就是两栋。 后面就是两栋。 最后面有一栋。 诶? 那个布是有点像地堡吗? 有点像那个黎振州的那个地堡。 但是呢,他比较大多。 这个空间也宽多了。 下面的空间都做成那个书州庭圆室。 然后他们就在这个下面设了一个书院。 那个给公公来看书啊。 图书室啊。 或者什么样。 代表靠近大墓这边。 讲堂呢。 在聚圣的地方。 去聚圣课。 这个寻幼仿生。 到最底边才有讲堂。 所以呢,也有一场演讲啊。 这个到这边去,去讲。 那另外呢, 就在一阵就是有另外一个行件的。 那最后一天呢, 也有个活动在里面就是办了一个茶会。 那这个我刚好, 因为他们书院啊。 也希望这个有老师去教他们的这个工作人员啊。 这个泡茶、茶衣。 想通过茶衣呢, 也是一种这个身心修养的一种方式。 所以他们想要发展书院茶。 那我给大家稍微订出来, 书院茶的特色是什么。 大家最知名的就是禅茶嘛。 茶跟那个附加人有很密切的关系。 茶一茶一味。 可是书院茶呢? 我觉得在这个书院里面, 那就跟书院形成了一个平衡。 那书院是这个清净历代圣贤、异地。 要去实践那个道德人文的理想。 那那一面呢, 比较相对严肃。 比较这个隆重。 可是呢, 往那个人文理想啊, 去发展。 又小心啊, 也会构成理想的压力。 甚至把这样的一个, 本来是根源在内的这个价值的标准。 不知不觉呢, 也可能会把这个放到外面去。 于反而构成生命的压抑。 甚至是创造。 因此呢, 这个中国啊, 我们的文化中, 有一个道家, 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我就觉得, 有道家也有福家, 还要更可贵。 因为所有的这个文明, 大概都是往前去发展的。 那只有我们中国呢, 这个有一个回归, 让自己生命内果去看的这个道家。 当然印度的佛家, 方向也比较有点像这样。 可是, 它又只有这一面啊, 没有那种人文理想的那种创造。 那中国呢, 就是有这个儒道良家。 因此它就形成了一种, 这个充分元首的辨证思维。 一往一返。 这个终者有始。 这个循环往复, 终游不息。 所以, 有道家呢, 作为一个平衡。 就是实施提醒啊, 那种所谓的儒家之徒。 不要走着走着不知不觉, 可能会把这个儒家的人文, 道德的理想。 义化变成。 变成了这个道德理想的压力。 变成了生命的一种了, 这个创杀。 所以呢, 这个高家, 某先生就说, 他虽然不积极谈道德, 其实有保存道德的作用, 或者叫作用的保存道德 就避免了实时这个监察 避免道德的异化 那么这是道家 那茶呢 它就可以相当于道家 而且它不是用一种这个异地 它就通过一种这个 实际的这种生活中的行为 那因为茶性本来就是淡 我说这个茶其体在淡 按有两种写法 其用在虚 那么所谓的淡就是 当它好的茶 好得很淡很淡的时候 茶味还在 不会尝到水味 那于是好的茶 泡到越来越淡的时候呢 你就要越来越专心 才能够尝到那个茶味 如果我们在喝茶的时候 在那边过相很热烈的聊天 甚至辩论 就会把茶给忘记 但是茶非常牵绝 还有一句话不说 这个你们聊得很热烈忘的茶 他就在旁边安静的等待 等到你们呢 一下这个谈高一个段落的 或者是谈不下去了 冷场了 那个主人就怎么样解出这种尴尬的 说来来来来 各茶各茶 才有适时的丑面 来把这样一个长面给它连起来 串起来 那因此呢 茶的淡它启用在虚 虚就是它能够容物 可是这样容物之中呢 它就隐隐中有一种无言的标准 在那边作用 像道家有无言的标准在作用 当你很自然能够厘清 所谓的儒家理想的是真还是假 你是真道德还是假道德 道家有没有帮人呢 顾虑掉那个假的道德 他的决胜气意 觉得气的都是假的道德仁义 然后遇到假的真的自然都必顽穿了 所以他的淡一直有了一个很微妙的标准和功能 就是你所有跟茶发生观色的人事物 如果你的那个性质跟茶性是相同的 什么相同 也是淡而也虚 淡泊以明智 明静以智愿 那就是如果这样的话 如果你也是淡泊无私 没有那种很强的欲望 因此呢 你也能够呢 这个谦逊宽容 那你跟茶性一致 你就呢 能够跟茶性 跟茶愿容 所以如果你跟茶一致 他就跟你融通 圆融 那如果你跟茶不一致 你是浓烈的 你是欲望的 很强的 好 那就会有自然的茶性 那茶这个时候呢 他就适时的退让 好 他用退让来 来 来这个暗示你太浓烈了 你的私欲太旺盛了 不合人性 不合人道 这个刚好就是啊 这个孔子说啊 天下有道则献 无道则亦 有道 他就自然献出来 好 所以说如何 你很天大 你很专心 那茶为什么会陷出来 你一旦被什么 浓烈的什么 这个诱惑 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些话题 拉走了以后呢 那这个 哪个人之间也会在这边辩论 甚至争起来 那茶就一堆 倒是很有君子之风啊 这个 天下有道 则献无道真因啊 所以呢 这就是 我们说在这个叫书院茶 说通过这个茶呢 时时提醒 在书院啊 读圣贤书 做道德时间的人 时时回到这边喝茶 提醒自己 要违规价值的根源 生命自我的内在 那这样的话呢 就跟那个 读圣贤书的这个部分 成为一刚一柔 那形成一种微妙的一个平衡 那因此呢 我就这个 负责跟他要找一个好的茶医 去叫他们茶医 我本来就找到我的老朋友啊 叫做苏秀惠 这个苏秀惠呢 他是第一个 在大学开茶医科的 这个在花园的持集 那他也是恐怕是第一个 带着全套茶区 他本来在那个日立公司工作 我得吃掉了啊 我带着全套茶一个人啊 到欧洲去到处旅游 随时呢 坐下来 摊开那个茶区 套茶给欧洲人喝 好 就这样实际的去啊 推广这个 这个茶的精神啊 结果找他的时候啊 他说不行 他妈妈身体不好 他不能原意 于是呢 就转见他的陆氏弟子 这个有三姐妹都没结婚 他们姓吴 所以呢 指着吴氏三姐妹的 那他们呢 有个工作室啊 他们就号称吴氏 吴氏 吴氏 吴氏三姐妹 没事 他们三位啊 原来都是在高科技跟金融业服务的 那首先是这个大姐 觉得这个很无聊 他本来银行啊 一辈子就这样上班嘛 后来他就辞职了 一个人啊 到欧洲去浪游了两年 甚至都没有很常跟家里联络 他妈妈很担心的 这个女儿到底还在不在啊 那经过两年呢 有游历啊 真的 那个自我啊 重新找回来 后来呢 这两个妹妹就跟进 也都在那种高科技的辞职 那这个大姐是 学古琴的 这个二姐是专门啊 然后早上他们三个都学查 那小妹呢 是学查法 他们三个人就可以办个查婚 那渐渐呢 就有了一些这个 业绩啊 慢慢的有名啊 这个 于是我就 好吧 其实这三个人我原来也认识 他们有跟我合作过啊 在那个永康街串门子啊 办了一个茶会 跟那个从马来西亚来的 继承法师啊 据说他是法普山圣言法师的地传啊 被视为是最能接 圣言法师法脉的 他在马来西亚也是非常著名的 叫做记者 来 来台北啊 他们就找我去跟他这个对谈禅 谈禅也是一个茶会 所以就跟他们啊 那那个 那个本元书院的那个执行长呢 就是说 反正你帮我拔拐 只有一个标准 他们的基本理念跟你一样都OK 跟我一样就做客 那因为这个机缘呢 我就跟他们上前面 就是密切来往啊 然后几次 我到他们工作室 他们到我家 都聊得很愉快 完全没有那种专家的那种价值啊 非常平易近的 好 聊得很好 那这次呢 真的没有两个 就去那边谈谈嘛 那个茶的课程 都怎么样去进行啊 那刚好他们那个新的社群 落成的社群想要办个茶会 好吧 那就请他们去啊 请他们去办那个茶会的时候 那个那个由小妹煮炮 因为最强的那个炮茶的老二没有来啊 所以好吧 那小妹上班 你们三个都可以了 这个 这个炮完 他也也没分享 我们是在这个 这个茶会之前啊 茶饮饮之前 我先做了那个五十分钟的这个 这个 茶的味觉与心觉 好 味觉的觉是感觉的觉 心觉的觉是心觉的觉 就通过这个茶味 你的这个品尝啊 他会呢 自然的去 去这个 诱发 启动 心灵的这个 这个心觉 比如说这个泡茶很自然 你会越来越专心 它越来越淡 你要专心才尝到它的味道 本来要专心尝它的味道 结果呢 因为尝茶的味道 你越来越专心 你的心就凝去了 像庄子说 其神凝 所以当你一直这样子 专注去尝着茶味的时候 最后有点尝到 就是你自己心的味道 好 本来尝茶还是玩歪哦 可是因为你要越来越 更专注更专注 于是那个心就浮现了 所以由尝这个茶味 不过本来发现感觉到自我的存在 这是喝茶很维妙的 我讲完以后呢 她要泡茶 然后这个大姐呢 在这边谈那个 这边谈那个无形 引那个客 那个听众进场 原来听众进场的时候呢 她的无形就自然会呢 会诱导她们的安静 这样子进来 进入到这个气氛 但是这个 那我就当茶客 茶女啊 那抛过茶 那这个她会发掉她的 茶的理念跟 她学茶跟 经营茶会的经验 那第一句话就是说 刚才我很紧张 对 后来我就在那边 事实上跟她呼应 说紧张 第一就是诚实的表现 第二就是紧密的表现 这个紧张没有关系 它是一个动态平衡的开端 很诚实 承认自己刚才紧张 不过她马上就说 那又有什么关系 下面就开始调 其实所有的生命啊 都是在一个时期的情境中 去做这种调的一个过程 因为我们处的每一个心的状况 都会有陌生 都会有不可知的这种 心里头的这种一种警察 可是我们就从边开始 去慢慢融进去 慢慢去调 那我觉得我的呼应跟搭配也不错 他们后来 那个一个听众 听众就是钢铁人 说这个很稳 非常奇妙 这个她的感受 完全超过她原来的语气 有一次进来看到一个很专业的一个 查译技术性的展表演 没想到 逐渐逐渐进行在一种 由这个查试所带动的一个气氛当中 觉得很难描写的满足 那那个数学的执行长也非常非常满意 他们数学以后本来有两位 像女孩是负责查席的 那负责查席他们就想要去学查 因为执行长都处置 没有找到真的好老师以前 宁可不要学 你就自己摸吧 等到我们真的找到好老师才去学 结果我后来跟梁姐妹说 那个大姐说 跟她的经验一样 她当初辞职了 在银行辞职 要去学查 也去找了 去接触了很多差异老师 每一个她的直觉都觉得 这不是我要的 这样找了两年都没有找到 一直找到这个苏老师 苏秀慧 当然这个苏秀慧跟我很熟了 她因为这个员慧还跟我说 其实我对她影响非常的大 这个她以前属于这叫神仙茶余 常常来我家 所以呢 她把这样的传下去给她的学生 大概也是有点这个精神的这个血脉 所以呢 也也 因此她过了两年找到苏老师才觉得 这是我想要的 所以求苏老师收她 收她为徒 苏老师本来觉得她已经要退休了 对了 后来就是看到沉溺的 就收了这个 收了她们三姐妹 好 因此呢 好 所以那个执行长也很满意 好 那在这里呢 这个 这个茶 并不是来这个本园书院 这一次的教她们这个茶客 原来啊 她发现啊 这个董事长啊 这个经验集团 在河南像这样的一个社区 一盖就是一个社区 她已经啊 盖成了八十多个社区了 这个她的理想是每一个社区最后都是一个书院 那就是每一个书院最后都要有茶的这个活动 意思这个本园呢 就要负责培养书院有关于儒家经典实践的人才 以及主持茶席的人才 那这是一个蛮庞大的一个理想 那这次我这次去本园 当然呢 她是本园跟我定了约了 明明要学两次 这个反正给她们一些精神的指点跟薰调 希望用我的意义跟我的为人啊 做她们本园书院的精神标杆 她们理想上是这样 那据说啊 她们已经 英文研究了五六次了嘛 她们已经有人啊 有老板子上面就写的 从我的书里 从我的课里头啊 那个听到看到的一些语录 平常呢很自然的 言必称郑老师说 那些语录 这个相对的啊 跟我到上海 跟企业家们讲课 感觉不一样啊 这个 我 我在 这个 九月 作者也先到了上海啊 去跟那些企业家讲 讲意境 一去一上就发现 这个课看错了 原来她们根深蒂固 看意境是她们要求开的 学员要求开的 他把他们开了意境课 到他们来找我去上 结果呢 他们那个学员啊 根本就以为 一进就是算命 而且不只是普通算命啊 要算帝王命 他们以为是有帝王学 怎么掌亏天地的画机 掌握你的命运的那种关键的点 能够串出来引别人 反正我一讲了就不想赢了 那那个主持人很有无家的那个理想啊 但是他自己 连他自己啊 这个 这个负责课程的人 连他自己啊 都没有读过论语 他们的学员啊 更是 几乎全部 一张论语都没有读过 我说 这样来开意境太烈荡了 应该先读论语 把那种人生观 价值观啊 人生太多 先调好 天也很急 修啊 一学一可能读 那就把意境当工具 有什么测销要 敲门 哪有这样子的 所以呢 所以呢 这个 他们看了 大概他们的学员看到我的那个 课程大当就有点疑虑 他们就不肯学 就先试听一下 听完第一次 那 下面就有第二次啊 那个前天那个 那个主 主持人就说 这个第二次的课 只有四个人选 很抱歉啊 我说没有关系啊 其实我这个 上完第一次课 我就一定觉得 就有感觉到说 这个课没有开错 他完全没有做好 来接触啊 正宗儒家的 这个 这个 完全没有做好 那怎么办 我说没关系 他说 他说 他再去招募学员 我说 说不要 这个 心态对的人 比较重要 那 心态不对的时候呢 你勉强也没用 当然也有人反应非常好 有个学员 在我那个 微信这个 这个 这个 通了以后 不断 这个 提拖问题 我回答以后 他有点 物力很高 举一反善 可是这样的人 遼遥不及 做四个就四个了 我们照开 我们照假 那慢慢慢慢的 那我跟他说 如果你要再招学员 要把他说 这个 这样一个错误就是 你一开始没有说明白 所以让那些 这个 这个 想法不一样的人来 他预期不落空 所以你再也要讲清楚 人少没有关系 慢慢的 这个 这个 我说 当然你们可能有收支平衡的问题 那没问题 你解或者克丑好了 他说 这个 这个不想干 因为他们呢 考建来 是已经交了全年的学费 然后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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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员替他们呢 都安排一些课 你们自己去选 这个 选了很多人少 跟 付讲师的酬劳是无关的 那如果真的四个人去看 那可是 酬劳 实在是很贵的 很贵四个人 付那么多的 这个 这个 这个讲师分呢 好 这个时候 我就跟企业家的这个 这个 这个接触的经验 我就觉得啊 那个 他们很着急 我反正跟他们说了 你们都是事业有成的人 为什么要来上课 一定心里头啊 觉得有某些 不足 到底不足在哪里呢 是钱还不够呢 恐怕心里头啊 有点不踏实 就是那个心灵需要被点一些 可是这个话 他们未必听得进去 好 在本元书院呢 却是觉得非常愉快 作为是觉得啊 现在大陆的那个问题就是 有钱人 有钱人很多问题 这个 我上一次去北京 或是中央宝播电台 东央电视台 有个旗子来访问我 他说他做了一个节目 名字叫温度 他觉得 他如果这个 经济发展以后呢 越来越多的人 失去了人性的温度 那中国的崛起 会变成一个 这个称霸 这个是从他们领导一直到下面 都要弄清楚的 那不只是最高的领导什么习近平之类的 更重要的是那个人民 如果有这样一个出头天的称霸的心 那个最高领导也会受到这种压力 所以现在大陆如学日 这个我这几年的观察的弟兄也是 讲者良悠不起 听者不辨证讲 那这样怎么的走向 会不会歪 现在在大陆起来的一批人 也讲心儒像 但是他们说我们讲的跟台湾的心儒像是一样 他们讲的都是内圣学 我们讲的是外王学 外王学能够离开内圣局 它应该是一体两边 它是以内圣为根 如果你跳过这个内圣直言外王学 那恐怕是整个大陆起来以后 丢掉了马列的那个精神的源头 他要找寻自己的源头 也知道他们在政治上面 需要有一个合法合理的诠释 那从自己的文化历史去找寻人头 那就是儒学 可是这个时候一不小心 儒学是为政治服务 是以外王为主的儒学 会不会就是御用的儒学 为政治服务的儒学 所以我们还要再观察 那如果是变成这样的 只有大陆的名气 有可能发展出一种 所谓的大中国大权的那种民族主义 那个绝非宣传他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 更不是控制文化的民族主义 那如果台湾不知死活 发展出台湾民粹的民族主义 用台湾民粹民族主义 跟那个大陆那种热狂的那种 那种拔权梦想的 大中国民族主义要对照 后果是非常非常的不行 那这是我在大陆所谓 这也是越来越的接触 对 那一点感触 一点感受 那常常就觉得 在大陆有情人的这个部分 分析也很矛盾 一方面很崇美 一方面又很愁美 那这些有钱的人 如果慢慢慢慢掌握了大陆的这些 这些独岛权 大陆会往哪个地方发展 那我也有遇到在郑州遇到 就是朋友的朋友 他事下是说 他事下跟你说 我对大陆的经济 这个非常的担忧 也有那经济很好 中间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不稳的地方 甚至对整个大陆的前景他都很担忧 那大陆还是有些有信任 有这种担忧 好 那下面就是这个 我去珍州六天 那另外一个小插曲 就是我们来每年都去马来西亚病城两次 去做礼拜六礼拜天的一个演习 这个书后就过了超过二十年 那边也有一些老学员 结果替我办这个演习的主办人 他过去一年到新加工去上班 他是一个心理师 所以我就没孔弹 那病城的老朋友就有点想念 很久没有上张老师的课了 那听说我去珍州上班 有两位说 那我们到珍州去听你的课 只有两位专程 到香港转接 到珍州去上我的课 当然他们算是 我自己带来的鼓掌部队 算是我的朋友 他们又问说 在那边的那个鱼板 或者是什么 我说你们只要赴鱼板 非常好 这个吃饭 但是跟着我 都是接受那个 书院的招待 没有问题 他们这几天 这两位收获凡满 中间他们都很感觉 有一位 一进到那个书院 他进书院也没就掉下来 感觉到那个书院的那种格局跟气氛 那个人品质都很好 冰冰有你 冰冰有你 所以那中间看电影也会掉泪 听我上课也会掉泪 那最后我又回来了 他们 他们我早上班机 他们下午的班机 为他们传来 就说他们又 最后意思是什么 就 这边坐了五天的鱼板 出面替他们 接了 连鱼板都招待了 所以我一拖了这样的消息 就会很多人说 他没有跟你说 有多少孙子 这个随乎的名额 这是 今次 大陆大陆军的这个 心得 那我也很诚实 跟各位说 这两天的落差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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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里面的易经 能不能够上了假许 我现在还不知道 不过有可能 可能要上试试 这样有可能要弄书 因为那些学员都出 出不起这么多的时间成本 这么忙 心态那么急 气这么躁 怎么学儒学呢 儒学就要慢慢的 是不是 就是慢慢主觉 慢慢体会 逐渐的这个渗透 哪有立竿见影的 那这回事 所以我这个预计 会不会 上道题就是只有十五个点 不晓得会不会一直在 反正现在有十诗 准备弄错到六十 不要六十诗滑走一下 好 这个第一个部分 这个 这个明元 当然 十二个一阳 五阳跟一阴五阳 那是该讲的 合到第二部分 这个定规模 这个二阳四阴 二阴四阳 这个就可以 可以删到一半 好 第三个部分 那个知识醇 那个善阴三阳光 那大概就用一次 找点重要的讲一讲就好了 好 这个不要六十诗滑走讲 那找点精彩的挂奖用错 这个 反正我跟他说 我尊重你所有的调整 跟处置 我都OK 甚至就此答够 不讲了也没问题 毫无问题 这个我们自己知道 我们所讲的道是什么 那这个别人能不能够接受 那是有环境机遇的 公子都说道智不行无知之意啊 对不对 没有关系 这个我长期上课演讲 从来不在乎 这个人有多少 这个最极端的是 曾经有个 我一直去应要去演讲 到了现场一个人都没有 对不对 到了二十分钟 来了七个人就开始讲 也不错 有什么关系 对不对 这个我们既然讲传统的 这个建立独立人格 根本自信的学问 你自己是怎样有啊 接着还有玩笑 我可能这样修为别忘了 用好一点点 人太少 他会有一点点心里受打击 所以他都不愿意再教那个大学部的学生 我还是在丹江 后来到环 反正随便你拍我什么课 我就上什么课 对不对 我那时候也感受到啊 他们工学的大一业博文 没有一个人在听 我说只有一个人在听 我就没有白讲 如果一个人都没有呢 那我就讲给自己听 这个复习温习一下我自己的道理 那么上次是进入我这个大学教授的义务 对不对 我认真讲 你们有没有听 没有关系 一个人都没有听 也没有关系 我也不会心里受打击 以前有人 有庞金生 现在在桃园先当文化局长 他还在说在桃园大学听闻 不过老师你的课那么好 为什么上课那么少 太可惜了 你应该用一点现在行销的那种走法 才不用 用行销的走法来的 都是有臭乎的预期 反而一定这个预期的落空 反而断了它以后的可能 那没有酝酿 心里准备好就签票来听 没有关系 反正我们就是 这个一线心传 不觉如旅就行了 对不对 他没有断掉就好了 这个当初唐先生某先生在香港 不也是这样 有几个人来听他们课 所以他们应要到台湾来 唐先生第一次在世大里面演讲 现在世大礼堂爆满 他吓一大跳 他演讲从来没有那么多人 在香港根本就没有人 他们还不是就是 天下无道自行祈祷 慢慢等到风和路转 等到死都不风和路人 怎么办 没关系啊 反正下面一半啊 有下一个世代 是不是 这就是那个我们真的如学 那种不强健的自信 我们要配上这些 这个叫做君子五穷 穷也没有关系 他必然要顾手 他很大 不向小人穷市賴 一穷都开始走不住 好 所以咯 也借此那种也跟各位 有这样那点心心上面的破灭 对不对 好吧 现在该来的都大概来的 我也快下课 那我们先这个提一下 我们要讲的是知与意这一章 那我们上礼拜我们是先开始了 把这个知的意思做了一点基本的一个语清 尤其和西方式的学问的那个知 做一个对照 那西方那个知是一个认知的知 它的过程是一种感官的文件 逐渐有这个文件的感官 那么这个然后就成为一种经验知知 这个时候就把重心落在那个文件的对象上面 这个课题上面 最后建议对这个课题是能够完全相应的知识系统 和从向知识 那我们刚好是反过来 我们是先从道的实践 就是在这个真实的存在情境中 针对那个道做一种摸索 这个时候道是朦朦朦朦朦的 这个时候道是朦朦朦朦的 所以在这边呢有一种摸索 有一种事物 从所有的这种过于不及的当中去斟酌传播 这个时候传播到那个平安点 这个时候就有了一种道的体验 那么有道的体验呢 逐渐呢 这个 这个 在我们的生命的内部形成了 这个逐渐的累积 于是呢 逐渐就养成了一个道的人格 这个时候叫德性之之 那这个两种不同的之 那一个是抽象的这个概念认知的之 一种是在实存情境中去实践 实验而完整的之 那这种之呢 那当然呢 是一个动态的实践的历程 所以这种之有参与的意思 有在参与当中 要去主导我们的这个实践的经验 去找到那个道的一个目的 所以它有参与意 有主宅意 那最后呢 能够涌现它的主体的创造的 这个两世良 所以要创造你 那全程来讲 有实践的意 那么我们呢 能够理定它不是一个 抽象的概念认知的之 是一个真实的道德生活中 由朦胧到清晰 从窝手中去体验 终于越来越清楚 掌握到那个德性之之 德性之之其实就存在于全生命当中 那知什么 就知那个道 就是一个知道的过程 知这个道 当由知道 上下来可以知德 道德德德 可以知生 可以知死 可以知人 那都种化为 在一个知道的一个动态 过程当中 这个风化出不同的知 而它都是一种实践之之 它都是一种体验之之 都是本质上不可说的 如人饮水能卵自知的知 能卵自知是一种体验的知 好 我们先复习一下 这个知的本质含义 我们休息十分钟 我们再来讲我们的论语原点 好